就被见她是吧 对 我就是想让她去找她 然后呢 然后她后来就搬出去住了 就觉得我不陪她 那我在家我也看不见你 我大学毕业 我自己家也没回 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我今天天天能看着你几次 你能不能体谅我 一天吃三顿饭都我自己吃 你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吗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 给我一点理解吗 我后来搬出去了吗 我也不伞你了 搬出去 还好意思说搬出去 自己去单身宿舍 跟我商量 然后我就不同意 这算什么事啊 住得好好的搬出去住 那我看不见你和我搬出去住 有什么区别吗 你搬出去 你懂是我自己住吗 你是为了搬出去住 你是为了出去玩 她后来就找工作了 找了工作之后 就说搬出去住 后来我发现 她是为了跟别的男的出去玩 出去蹦迪 你怎么总把这事说这么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主持人就说就不好 那你还跟同事出去按摩呢 我跟同事出去按摩 我那是应酬 那你那周围都是女的呢 我是护士 我是护士 我周围男的都要是男的吗 你都给我气乐了 兄弟 你咋知道兄弟呢 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 不像他们那些 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嘛 然后就可能称呼就比较了 哎呀 这老年人一般都怎么叫呢 来来来来 行行行 这次分手的重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呀 听来听去没听出什么来 嫌小气是吧 对 就是末节 小气 小气 还有别的吗 就是很多小问题 就是攒了很久了 因为这么多年了 已经实在忍不下去了 你提出的分手对吧 对 我没想着真分手 那你为什么要提分手呢 我就想着吓唬吓唬她 吓唬什么呢 就是我想着我要提分手 她可能害怕了 过来哄哄我 就不想跟我分手了 我非要哄你啊 别整那没用的 那么多事都是我哄你 我哄你 别整没用 哎 你们俩过去谈恋爱的时候 出了问题都是你哄她吗 就是谁的错一般都是去哄嘛 哦 平时我跟她在一起 出啥事了 出什么问题了 都是我想着去解决 你一跟我解决问题就磨叽 我想 那我不得跟你讲道理吗 你磨叽两三个小时 你这半夜谁不睡觉 我不是跟你讲道理吗 那我不跟你讲道理 你讲道理 那么喜欢道理 你跟道理过去 别跟我过 这样要分手 你看 不讲理 你真是 请我问一句 你们当时这个女生 要到男生生活的这个城市 是谁做的决定 是我俩商量的 是她要求的还是你 我俩商量的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见面本来就少嘛 然后现在毕业了 好不容易能在一起了 就多忘记凑 然后就能在一起时间多一点 你们这四年的大学的这个异地恋 是怎么弹过来的呀 其实就是在异地恋的时候 也想过就是分手吧啥的 然后但是都没有这么 闹得这么大 互相忍一忍 然后就过去了 好 那现在怎么就忍不住了呢 正好她提的分手我也 我也 然后就正好就分了呗 正好就分了呗